各位鄉親 大家好 我是藍傳聖醫師 這次是在出來競選我們 跟我們校友總會的醫師長 有一個項目的教授 就是我們一次的課會 有到的邪請我們在所編會 就是在討論一些選務 中文的意思是有選務的事情 在所編會的地方 經過一個關於 就是說 我們選舉 本來我們是從 有成長的頭子 經過會來教會 我們就不可以教會 選舉一天 當選舉說 經過會來教會 前五週六十的人 本來是要教會 由某一個人 中文的人來 教餐廳的錢 我們餐廳的時間 一度是一萬人先過 一度是一萬人先過 就是 每一個人要教一千兩百五十塊的會 然後說 每一個人要教會 還可以參加導購 所以 昨天五月的那天 都有人沒到 中文準備 中文準備五月出來 剛才要讓十塊十五年來報道 主理要來導購的學運 來出五道 來出五道 這五道的錢是 每一個 我們中文裡面的一個 這個幹部來出情 所以就是說一個反應就是說 他沒有做以外 問一個人 那天10、15 如果來過程 準備要投票 就是你要證明你是合佑的聲音 見過程讓你來檢查你是合佑的聲音 第二 你應該要來叫過程 你是過程 因為當然要來叫過程 那麼在九月十七 開一個臨時的李鎮書會 有來過期說 前幾天在籌備會的紅豆以外 就像你報到的前10名 以外10名以外的人來報到 你也是要叫過程 但是你的過程 會由我們總會裡面的一個人士來提供 所以你也是依然要交會 會完高會費 這是天津第一的事 所以在這裡有一個澄清 因為我們最近看到一個表情行 表情行在下公 從十月十五號來投票 都不用繳任何錢 這樣是最多錯 我們的過期是說 十月十五年以來 你要投票 你要證明你是合佑的 你要叫過程 1,250元 只不過這個過程 由某一個我們的幹部來替人叫 不是說你不用繳過程 不是說你不用繳任何會佑 在這裡特別來澄清 我們的會佑的 臨時期間的結議就是這樣 最近在這個發生 有一個文宣 他說文宣是邀請函 因為我們的邀請函 在頭上是沒有繩子 不可以繳 不可以繳 剛來的投票不可以繳錢 不可以繳 我邀請人到四點報到 下一個會議的議程 所以在這裡也要向大家 向大家佑祺 大家佑祖 來澄清這件事 謝謝